大家好,我是老韩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自媒体兼职这个话题 其实针对网上很多的兼职工作 或者是一些时间比较自由的这些工作来说 更多的是比较适合一些没有工作的一部分人 就是平时不用参加工作 就比如说宝妈或者大学生等等这些群体 那么这部分人最大的特点 其实就是时间比较充足 而且比较自由 就有足够的时间去干一些自己想做的事 那么对于很多正在工作的人来说 你如果说让他去兼职做一个什么事情的话 如果不是特别必要 基本上很少有人有足够的精力去做 有很多人每天上班八九个小时 然后回到家 让他去花时间再做个兼职 很多人就觉得非常累 因为正常的工作 其实已经会带给每个人很多的疲惫感 那么对于尤其是大学生这个群体来说 目前咱们是比较建议大家去做自媒体的 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大家时间比较充足 在时间充足的情况下 如果兼职去做自媒体 这个可能带给大家的结果 往往是难以想象的 因为在大学期间 基本上大家都是没有任何挣钱的能力的 很多大学生利用业余时间去做一些兼职 这些兼职可能一天的时间 也就是百十来块钱 很多收入都非常少 而且并不是每个人每天都有机会 或者有足够的时间去做这些事情 所以对于兼职做自媒体来说 可以说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或者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哪怕是在大学里边 学习成绩最好的 每年也就能够拿个八千块钱左右的奖学金 甚至所有的奖学金 助学金等等各种奖励加到一起 一年的话也没有多少钱 当然这儿也不是说建议大家放弃学习 以兼职为主 以挣钱为主 而是说对于很多大学生来说 其实是有这样的机会的 而且大家有足够的时间去做 平时把这些时间放到玩游戏 或者各种其他娱乐活动上 倒还真不如说去做一做自媒体 因为这个行业在未来 说不定就能带给大家更多的可能性 比如说最简单的 做自媒体要学一学视频剪辑 那么未来大家参加工作之后 如果选择视频剪辑这个行业的话 在你真正入门并且有相应的一些经验的情况下 可以说每个月的收入其实是非常高的 很多人都在抱怨说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 或者说就找不到一些稍微待遇好一点的工作 其实问题就出在这里 因为你前期没有这样的积累 在大学期间没有朝着一定方向去努力 那么毕业之后你进行选择的时候 基本上百分百都是一些普通的私企 这样的工作 那么选择这些工作 不管你怎么选 这个收入都不会很高 尤其很多文科的学生选择性的更少 基本上大家的工作就是每个月三五千分钱 像这种收入水平 而且是在很多的一二线城市里边 这个区别是非常大的 那么自媒体这个行业可以说 对于这部分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另一点就是因为对于大学生来说 自媒体这个行业其实做起来更简单 因为大家对于这些新鲜事物接受的能力 其实是非常强的 年轻人去做自媒体做好的概率 毕竟是要高很多的 目前很多年纪大的人都想做自媒体 但是有一些人就是基础能力不足 就导致完全没有办法在自媒体这个行业里边生存下去 原因很简单 因为咱们说个最简单的 基本的电脑都不会用 或者一点点互联网的网感都没有 平时都不怎么上网的 像这些人如果说去做自媒体 想着靠自媒体赚钱 这个是极其困难的 那么对于很多大学生来说 这个其实就是得天独厚的优势 想要做到每年有个一两万的收入 在自媒体这个行业里边 可以说是一个最低的标准的 每个月平均2000块钱的收入 基本上可以说很简单 只要你入门了自媒体这个行业之后 想要达到这个收入水平 基本上可以说每个领域不管你怎么做 闭着眼睛都能做到 所以在收益这方面是绝对能满足 每个大学生的要求的 很多全职去做自媒体的人 其实就是想着靠自媒体 获取比较高的收益 这里的高收益 对于很多人来讲 每个月一万块钱的收入都不满足 所以这个是针对不同人群来说的 这个选择就不一样 针对很多兼职做自媒体的人 就是简简单单的就把基础的内容先做好就可以了 包括很多大学生去做自媒体 如果去做一些形式比较简单的这些内容的话 可能前期每天都用不了一两个小时的时间 有很多的创作形式简单的内容 每一条视频可能几十分钟就做出来 这个过程很简单 当然最重要的其实还是方法问题 只要你掌握正确的方法 那么又能坚持的下去 平时做好内容数量的积累 结果就一定不会差 好了 今天就给大家聊到这 想要系统学习自媒体的朋友 可以了解一下咱们的课程 课程价格也不贵 108块钱 课程介绍就在视频的下方 感谢大家点赞观众 这咱们下期